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2月5号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对局是今天下午3点钟 在广州举行的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上面 由王天一纸红对阵尽为同一个对局 双方比拼长局 开始的时候就通过对子 对了之后到后来比拼长局 看谁的长局功力更好 横方选择的是飞向 后方进足足气进一 横方跳马 后方飞向 双方都走成飞向局 那么都不进攻 就是尽量把站线拉长 慢慢的来下下 准备是拼长局功力 横方这时候泡八瓶酒平泡 后方跳白马 横方聚酒平八 后方聚一平二 横方这时候直接 气三兵 黑竹一次 横方在身边来抓 这时候黑竹如果进足 那么横方再平去抓 这里平足的时候再平去抓 这样鞠 通过气一个三兵 鞠已经很顺利的 将手足的裂道 以后可以跳马出来 黑竹因为冲过了之后 没有压住马 没有压到红马 所以这个骑 和鹤方也没有逃足的必要 鹤方直接试着跳马出来 让红菊吃足 因为如果逃这个足 就会浪费很多部署 让红菊平局过来抓 再抓红菊就站到了好位置 这里气足 吃掉之后 黑竹现在泡把特异 准备是平炮过来打菊 横方直接冲兵 这时候 和鹤方平炮 因为如果直接打 那么这骑鞠穿过来 也没什么用处 这里瞄不住底下 在个底面下面 先平炮 等一手 横方跳马出来的时候 再过来打 那么横方就平局 抓炮 抓住四脚炮 和鹤方不试 不试之后 再就打马 马跳出来 和鹤方升局 找局二进四 横方补义手势 开放出局 鞠穿平六 横方先进兵 走兵酒进一 开放跳马 横方这时候 直接选择了对局 那么黑局就吃掉 吃掉之后 横方用事吃掉 开放平炮 横方直接走平局 以后准备可以跳马出来 这时候 横方也是平局 横方升局 横方炮打过来 这里打马 那么马跳上去 来进行对马 这里如果踩掉 那么局吃掉 以后可以下局 可以下炮 这时候选择了对局 平局的时候 横方直接逃鱼 再跟过来对 这里吃到炮 现在也没办法 只能吃了 吃了材料之后 这时候选择炮打过来 这里要打中足 合分进足 跳马后来 这里要打马 还是来对子 这里选择 先跳马上来 先走马八进六 这里继续选择来对 合分先进一步足 这里如果踩掉 那么足吃掉 合分过来一个足 这时候选择先补一手势 踩掉之后 这里泡打掉 合分再平足 这样合分就多保留了一个足过来 这里选择浸泡 准备来打合分的三路组 跳马上去 横方把中炮 合分下足 现在的局势 红方是双炮一马 合分是双炮一马 一样多的只 红方多了两个兵 这些红方有优势 按理来说 红方是多了一个兵 合分这里也有个兵 这时候跳马上来 准备是气冰 因为接下来这一步起 合分有可能会浸泡来打马 马一跑就把中炮吃掉了 所以直接把马跳出来 准备是马踩黑足 这里在浸泡打 打了之后马踩住 这里马踩上了 泡打掉 打掉之后这里再浸泡 如果直接吃 这里会泡 同时直接吃 合分没有把中炮也不太好 所以直接选择浸泡 准备是合分要立一个中炮 红方推泡 那么这里先选择成底炮 红方进冰的时候 再打 现在就是形成了双炮足 对双炮双冰 红方多了一个冰 接下来合分直接要进足 再进足要抗室 或者是偏将出来之后要杀齐 先偏出来 偏出来之后 合分也是偏将 偏将的目的是 不让虎花过冰 过冰之后可以灰掉 再偏炮 塞住 晒住之后再下退炮 退炮准备是可以平炮过来将军 这时候红方就先进兵 再进一步炮 上来打 打红兵 兵器去重 这时候再退炮打 退炮打红方 走个再重 那么这里再退炮一打 再重 再退炮一打 这样红兵就打死了 所以这个准备下面 红方就走 兵器进一 平炮一将 快放 红方 刷四平五 快放平左 以后准备是 足气进一 充足下来 这里平炮 顶住 这样以后 红方就走不了 足气平六了 这里退一步炮 再顶住 这里再下足 红方进炮 进炮下一步 准备平炮一将 持炮 那么合法进将 不能让红炮将 顶住 这点红炮再甩过来 打底下 那么 项如果飞开 这时候再退回来打足 再选择 准备出来 准备了之后 也是 直接 推到下二线 并没有退回来打 直接是守住 自己的下二线 不让合法进足 这时候 好甩边 这个准备下面 横方撤炮 开放也选择平炮 炮五平八 炮五平八之后 横方选择下四 因为这里以后要 盛炮下了 直接有重炮 偏出来也不行 这个时候偏出来也不行 偏出来重炮之后 坐不起来 可否这里有足 现在把四层砍 层砍以后又可以平炮过来 这时候合法进足 再下四 把他打足 那么就成底炮 这里将军要重炮 这里甩出了 甩出了之后 再平炮一讲 平静了 平静了之后 再来较少 再平出去 接下来再下泡一讲 坐上来 坐上来之后 这里再退炮 想打命功 这时候再退 退下来之后 这里平炮 过来打兵 横方平兵 这里 再平炮一讲 平过来 再平一步炮来叫啥 再平出去 这时候 如果再平炮来打兵 这里就要打足了 下足一讲 下足一讲 这样子后 不能坐起来 坐起来有重炮 有命功 只能成格式 成格式 就在磁石一讲 坐起来 这时候再平炮过来打兵 横方继续摆兵 这里打掉下 横方走 冰气瓶6 这里再平炮过来 后方进炮 这里准备一将军要打足 那么后方先进将 前走将6平5 后方摔坐中 退炮 下一步准备再进炮 过来打向 那么先把向飞开 在打的时候要打四 直接坐过去 守住自己的室 再进一步炮 横方平平 在手 再退炮 横方继续平平 后方也是平炮 这里平炮挡住 我让海泡退回去 浸泡一讲 太小了 这个时候再平炮往这边舍 横方平平 过来把足 这时候平足 再平中炮 下一步有成底炮 下边有很多手段 这里选择平炮 这里选择平炮 从底炮 从底炮之后 这里浸泡一讲 做起来 接下来再退炮一讲 再退下去 横方下饼 下一步再下饼 要形成了天地炮 这时候平炮过来打住 平炮过来打红冰 横方平平 下一步 下饼之后 要吃一个室 这里选择先偏出了 偏出了之后 也是打掉室 这样横方再起 就基本上守不住了 横方有双炮双病都过来了 横方这个底足 用处不大 就算坐起来坐炮 那么平炮 平炮将军 横方可以进算 进算之后 这里再退一步炮 准备是平炮过来打冰 或者是平中炮 横方进兵 这里平炮过来 准备是平炮一讲 要抽冰 横方平兵 这时候 再平炮过来打红冰 横方直接下兵一讲 退下去之后 横方再下兵 下一步 直接进兵一讲 抓进去之后 再平兵 准备一步连杀 那么现在也只能够打掉兵 打掉红冰之后 红冰下兵将 添进去再平兵将 这样就非常厉害了 只能做降五平六 再吃掉炮 吃掉炮以后这个四也是个死的 这个毒也是死的 可以退炮好了打掉竹 这样就形成了横方应该有四项 可以做炮台 横方双炮兵 还放一个炮守不住 这样横方就取得了胜利 好 这个期间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 谢谢 谢谢 谢谢